《新移民安置計劃》 報告指出 政府的新移民安置計劃 沒有跟上新移民定居模式的改變 包括越來越多的新移民 已經轉到偏離市中心的郊區定居 報告還指 新移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才可以趕上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很多人安定下來要5至10年的時間 而政府傳統的移民安置計劃 就只有3年 另外 新移民服務機構都集中在都市區 而不是多數新移民居住的市郊 服務也沒有針對新移民最迫切的需要作出改進 例如報告指 三分之二的新移民 因為沒有能力買屋而要租屋 而他們也將超過三成的收入 花在房屋的開支上 而聯邦政府應建聯中屋的撥款計劃 就跟不上需求 至於在公共交通方面 新移民比本地居民更需要乘巴士 但是巴士路線 並不符合新移民居住地方和工作的地點 目前移民部長肯來正向公眾諮詢 例如調整新移民的政策 以便吸引一些本國就業市場所需的人士 而加拿大市政聯盟就希望透過這份報告 可以為政府提供建議 再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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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